尤其我们在崇德地区的这一处私有地 今年5月开挖的时候就发现了有玻璃环残剑 玛瑙珠等等珍贵稀少的饰品 还有首次出土的宋朝铜钱 西宁元宝 而这也代表了遗址 至少在9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活动 那么花莲县文化局就认定物品的出土 也显示了利物西口附近贸易相当活络 西宁元宝考古专家推断 铜钱大约是900年前的历史产物 上面明显斑驳 除了历史悠久的铜钱 现场还有不少的古物 全都是在花莲崇德遗址所挖到的 他们请我们先把基础的位置先标出来 他们先任意挖上个坑 就那上个坑才挖下去 大概80公分就挖到了 就看到文化城 然后一直挖一直挖 就发现整个下面都是 由于花莲崇德地区有部分的文化遗址 在建设前都要跟文化局申请探勘 而这次就是因为当地居民申请盖房 相关单位进行探勘后 才让这些古物重见天日 这一次的加户型开发的 不是自己产出的文化的一个遗物 所以就推测说这个为当时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有贸易的一个行为 考古学家推断这些出土文物不是当地人所有 显见当时崇德海岸贸易的发达 而这些出土的文物会由县内考古博物馆进行列册 有代表性的整理起来 而进行后续的展出 记者凌杰修林乡采访报道